有四大奇迹 但凡错过一件都有可能直接改写历史 而这四件事如今陆续发生 说是天佑中华一点都不为过 那么这四大奇迹分别是什么 真有这么神奇 假如这四大奇迹没有发生 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接着往下看 喜欢视频的新老朋友点点关注 长按点赞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快动动发财的小手试试吧 第一个奇迹 东方出了个毛泽东 要是没有毛主席 中国人民或许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也多亏了他在关键的时候出现 力挽狂澜 不仅拯救了中国人民 也拯救了中华民族 同时还给世界贡献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大国 为后来世界局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虽然在历史上 很多人都妄图通过污蔑别人来拨眼球 标榜自己 因此毛主席也没少受到一些所谓的专家的非议 但不管是从对中华民族 还是对新中国 或者对我党而言 毛主席都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这点不容任何人质疑与否定 毕竟历史摆在眼前 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早些年 我国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裹挟着陷入了半知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为闭关锁国造成的发展制环 让我国在近代饱受列强的欺凌 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签订 割地赔款等有愧于老祖宗的事件几乎未曾停止上演 眼看着拥有5000年璀璨历史的中国就要被列强瓜分殆尽 好在这时 能人志势涌现 他们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 和列强和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随后 毛主席脱颖而出 带领着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 终于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新中国的成功建立 就是毛主席封公伟绩的最好证明 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说到这里 也许有人就要反驳 从1840年起 中国人民就处在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 当时社会民不聊生 困难 矛盾重重 当时涌现的林则徐 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等人人知识 难道就不算伟大 这里我们的回答是 当然算 因为我们在讨论毛主席功绩的时候 并没有抹杀其他有志知识对中国的贡献 不可否认 他们都为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真正为中国指明了发展道路 且在正确的方向上带着人民闯出一片心 天地 将国家 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变成现实的 是毛主席 同时还有紧紧跟随他艰苦奋斗的战友们 和对他无比支持的四万万中华儿女 当时我党在相当艰难的环境中诞生 成长 最后带领着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了28年 经历了无数次浴血奋战 牺牲了无数的英雄烈士 包括毛主席的家人 才有了如今的中国 这都是毛主席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下的不朽的功勋 就连邓小平同志都曾说 如果没有毛主席 中国人民还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很长一段时间 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 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的百姓牺牲 所以 还好毛主席出现了 为他 国家 人民带来了曙光 而要说到毛主席对我国的贡献 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 毛主席带领着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历史上 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农业的占比较大 所以一直以来工业和现代化的发展都不明显 而当时的西方 历经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 已经逐渐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不仅本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 同时还壮大了军事实力 让他们具备了向外扩张的能力 否则当时日本那样一个弹丸小国 怎么有勇气跟地大物博的中国叫嚣 而且当时日本除了基于我国的土地 也掩馋中国的能源资源 当时日本已经尝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甜头 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到 自己本国的资源 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长期发展下去 于是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能源和资源 用来维持本国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 于是他们把贪婪的目光锁定在身边 体量庞大但封建落后的中国身上 这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侵略行为 因此 新中国成立后 毛主席和自己的战友们 果断开始筹谋建立一个工业化的新中国 1953年 抗美元潮战争也即将结束 而此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我国也终于能够腾出手来专心发展经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 第一个五年计划诞生了 虽然这条路我们走得举步维艰 但就算是在十年动荡时期 我国也依旧没有放弃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 到70年代中期 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 现代化建设第一阶段的小目标 国内的工业基础建设 基本全部得到妥善的解决 制造业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伟大跨越 之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 力图在这四个方面 齐头并进 同时发动现代化改革 虽然后来这四个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但也算是打下了第一步基础 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 对此 毛主席功不可没 其次 毛主席还着意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建设 一改之前 我国有边无防的尴尬处境 在毛主席的指引下 我国不仅建设除了强大的海军空军 对陆军实力也重新进行了巩固 为了能够不被一些有核国家威胁 我们排除万难 终于在西方国家的干涉和阻挠之下 自己掌握了核武器相关技术 并成功研发了核武 让各国各刮目相看的同时 也让他们再也不敢轻易招揉我国 维护了我国的和平与稳定 没有这个基础 当时我们怎么敢在边境和苏联对着干 而后 毛主席还为中国建设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 中国共产党 在执政中不仅讲究实事求是 还坚定维护人民的利益 以至于奠定了非常良好的群众基础 之后 我党就以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为历史使命 不断向前发展着 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 毛泽东还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自鸦片战争以后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 是个国家都想站出来欺负几下 但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加上毛主席打的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的思想指导 我军果断参与了几场边境大战 打出了中国的军威 古威 此后 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直线上升 最后 毛主席还奠定了中国和平稳定的外交环境 当时世界各国看到新中国的实力后 纷纷与我国建交 但当时我国该用什么样的方阵 来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成为了难题 最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协同配合下 和平公主五项原则顺利诞生 成为了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依据 世界在看到中国的诚意后 也敞开胸怀接纳了我们 如今我国在国际社会上 已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都是毛主席和他革命战友们的功劳 也难怪说毛主席的出现是天佑中华 第二个奇迹 大庆油田被我国发现 其实在我们发现大庆油田之前 日本人差一点也就发现了 毕竟他们当初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 主要就是为了掠夺我国的资源 所以他们进入中国后 一刻都没有耽搁 直接带着专家在我国东北进行勘测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 他们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发现大油田 因此中国贫游论又开始在国际上甚嚣尘上 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人一走 我国就在大庆发现了 储量相当巨大的油田 让日本人当场傻眼 直到现在 日本人都在一本叫 《日本现代史》的书中 感慨当年要是能发现大庆油田该有多好 现在的日本将会发展成怎样怎样 但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日本人再遗憾 也不敢再对我国发动战争 他们妄图从中国窃取资源的美梦 早就应该破碎了 而日本人之后 将自己没有发现大庆油田的问题 归结于战前 日本对石油的钻碳深度较浅 只能达到七八百米 所以没有发现埋藏更深的大庆油田 但后来我国一位叫黄吉青的地质大师 却不这么认为 他用最具启发性和权威性的言论表示 日本之所以当初没有发现大庆油田 主要是他们当时还不懂 录像地层生油的理论 所以他们没有发现石油资源 不是当时日本的钻碳设备不行 而是他们的碳矿思想本身就存在问题 而无独有偶 当初袁世凯和美副石油公司 签订石油开产合同时 美国也没发现这个理论 所以当时他们在我国陕北考察的大半天 一连打了七口井 却连一滴石油都没有看到 之后中美合办油矿知识不了了之 不过如今我们也庆幸 还好当时没有让日本发现大庆油田 否则日本有了该油田的能源支持 还不知道能在中国坚持打多久 那对我们来说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第三个奇迹 我国躲过了数次核打击 当初抗美援朝爆发 我国为了兑现和苏联 朝鲜的承诺 将自己的统一大战延后 帮助他们打美国人 并且派出无数的志愿军战士 牺牲了那么多亲人 终于夺得了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而苏联看到中国这么听话 胃口越来越大 不仅提出要和我国组建联合部队 还要在我国境内建立一座大型的长波电台 用来指挥苏联自己在太平洋上的潜艇部队 并且该长波电台的归属权还得归苏联所有 我国只有使用权 对此我国肯定不同意 毕竟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 兴建其他国家的建筑 这本身就是一种殖民行为 当下的中国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苏联对于自己侵犯我国领土的事实 却视而不见 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国不顾全大局 中苏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僵局 之后苏联一手炮制了珍宝岛战役 妄图通过武力让我们就范 还破坏双方的合作约定 单方面从中国撤走全部的原华专家 这一切都在挑战着中国的底线 之后苏联更是百万大军压境 带着数百枚核弹头想要南下中国 给不听话的小弟一点教训 没想到我国却根本不怕 赢头就刚了上去 最终在美国的干涉下 苏联也没有敢向中国投放核弹 带着部队灰溜溜回家了 而除此之外 美国也曾在朝鲜战争中 动过向我国投放原子弹的念头 但因为当时有苏联的牵制 最终未能如愿 但不得不提 我国从建国后 确实受到了很多次的核威胁 这也是后来毛主席想要在我国地下 建立一座防御性核长城的最直接原因 第四个奇迹 毛主席天才般的换家计划 其实这点和上面第三点还有点关联 当时苏联妄图用核武器 让我国同意他们各种无理的要求 我国坚决不听从 双方边境上的火药味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重 但此时的苏联 再没有得到美国人允许的情况下 也不敢直接动用核武器 毕竟他们也害怕到时候 美国利用这个做把柄 对苏联发动战争 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 苏联会成为全世界的公敌 于是苏联先找到美国商量 说自己要使用核武器 美国人听后正在犹豫 毛主席一封电报 就直接发到了美国白宫 但是毛主席表示 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而美国做事不管的话 中国会把手中所有的核武器 都投放到美国 然后放弃现在中国的地盘 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攻入苏联 在那里另起炉灶 重新开始 美国人一听懵了 这关我什么事 不过美国人知道中国的脾性 也不敢怠慢 就被逼无奈站出来 在中苏之间做调停 所以如果当时不是毛主席高瞻原主 想出如此妙计 估计我国早就被苏联 用核武器攻击了 好了 看完中国近代这四个奇迹 大家觉得他们称得上 天佑中华的级别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